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常有70-80%的病人10年都没有这个犯法的情况 10年的存活率达到95%以上 但如果是高风险的病人 可能有差不多50%的病人10年内有犯法的可能性 而10年存活率大概有90%左右 其实哈肤很多时一听 就像你刚才所说 女性想到的用处 其实都不是的 因为哈肤本身的定义就是一个高能量超声波聚焦 去造成一个热能 在前列线里面我们就用这个热能 去将前列线癌的细胞去杀死 一般来说其实去到65至90度 已经可以做到这个效果 哈肤医治期间 我们达到差不多80度的温度 也都可以将我们看的目标去杀死了 其实做的方法呢 就很在乎我们可以找到癌症的位置 因为传统 譬如你做手术也好 做电疗也好 其实基本上是将整个器官处理的 所以你的癌症在器官哪部分呢 不是不重要 不过呢 基本上我都可以在大概你的位置 就是知道已经得了 不需要很准确知道在哪里 才可以将癌细胞殺死 但是无论做哈肤也好 或者其他叫局部性治疗也好 其实我们都真的要很精准知道 那个癌症的位置呢 才能够比较有把握 将癌症殺死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依赖的就是几样东西 第一样就是磁力共振 因为现在其实都越来越普遍 如果你说诊断前列线癌呢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用磁力共振 去看看那个癌症在前列线的位置 或者甚至是抽组织之前 我们会看看前列线有没有怀疑的组织 都是靠磁力共振 所以这个第一样东西 让我们大概知道那个癌症的位置 第二就是抽组织的化炎 因为我们做前列线抽组织 不只是抽怀疑的组织 其实在其他位置 我们都会拿组织去化炎 在这个港泛普查的组织的组织 我们就会知道前列线哪个位置 有癌症细胞 令我们可以去计划 如果做局部治疗 要集中在哪个位置去做 所以这个就是局部治疗 例如哈肤是比较重要 需要定位的用处 通常哈肤虽然它本身 真的可以做一个叫做无创手术 因为它是没有一个伤口的 你不需要割任何的皮肤都可以做到 我们做哈肤的时候 其实那个探头 就是一个超声波仪器的探头 对着就已经是前列线了 所以可以将我们的能量去释放在前列线 我们做的过程 其实就最重要被人不要动 因为它动了定位就影响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全身盲罪 就是这样的意思 我们其实做的时候 基本上我们主要很多时候 都是看着电脑 因为当我们定位定了之后 我们就会在电脑里面看回超声波的影像 就决定哪个位置 去将哈肤的能量释放出来 那病人理论上 其实做完手术 基本上可以直接回家 都可以 因为它本身没有伤口 一般来说 我们都会放一条小便喉 大概蓝一个星期左右 因为通常做完哈肤手术 前列线可能有些肿胀 有时候病人排尿 有些困难也不出奇 尤其如果它本身 有前列线肥大的情况 所以我们通常都给个 尿猴病人 让它有时间可以消肿 才再拔尿猴 让它自己试一下小便